人情話題來看到 中國國家安全部上個月公布了兩條執法規定 擴大執法人員調查他人電子設備的相關權力 並定在今年的7月1號開始執行 但有外媒報導有旅客反映 已經在部分邊境看到海關開始抽查旅客的手機或是筆電 實際詢問台灣的旅行社業者 都說目前還沒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但未來也會提醒前往中國的旅客要留意 尤其是手機裡最好不要出現軍用設施等敏感照片 松山機場飛往中國上海航班的櫃台前 除了商務旅客也有不少旅遊團 在附中旅遊禁團令上路前趕快出團去旅遊 不過最近就有外媒報導 中國海關似乎開始抽查入境旅客的手機或筆電 不要想那麼多 就要查你還查嘛 你又沒有做什麼事情 像我們都有那個財訊 財訊那個有的都會經濟方面會講 你就有點怕怕的 對啊 八月初我會過去 那我當然會 我當然會去要過濾啦 要把它刪掉啦 中國國家安全部4月16號宣布兩條執法規定 擴大執法人員調查他人電子設備的相關權力 並於今年7月1號開始執行 但外媒引述部分旅客的說法 有人最近從深圳回到香港 在福田口岸見到一名女子被攔查手機 還被問有沒有其他手機也要拿出來看一下 一人是從日本回到中國上海時 看到一名中國籍男子 同樣被海關攔查翻看手機 另外也有台灣旅客分享 之前準備到香港轉機前 就先刪除自己社群平台上的敏感文章 郭靖時也事先登出社群平台 不過實際詢問台灣旅行社業者 大多還沒有碰到類似狀況 有旅行社業者認為這項規定宣誓大於實質意義 不過未來仍會提醒前往中國的旅客注意 可以避免肉傷麻煩 記者做報導 駒